就是完全就是 激動的說 太好!太浪到!Oh my god! 我媽就 然後我媽就會在那邊 有一點心情不好 然後我就會說 媽 其實這也是一個好事啊 她還是要有發洩的那個管道 所以才會出現那個攻擊事件 你看她攻擊了那個 她在哪一島的攻擊 那個圖 那圖是哪裡走 小S證實徐媽破冰戴絲 攻擊事件下犯真的很幽默 現在媽媽不見了 我也不見了 哈哈哈 我好想逃 卻逃不掉 戴絲日前官宣摘婚庫隆聚聚夜 S媽當時怒發攻擊文 不要來搶我女兒 時隔一周 小S今天出席活動 免得全台媒體拷問 我那天在錄影的時候 那天就是錯過了 跟那個母女四人的聚餐 可是那天那個媽媽跟兩姐姐 都有一起吃飯 所以既然都已經可以一起吃飯了 我想應該就是OK吧 這位媽媽當然是會有她的那個擔憂 但是她畢竟還是愛女兒的 所以就是不可能會撐多久的啊 我媽就是會寄於那種太擔心 又擔心又愛女兒 所以她就是難免會有一些情緒 所以 你在題目是什麼 就是因為妳是夾在中間的那一段 我就是完全就是激動的說 太好太浪了 Oh my god 什麼什麼 然後我媽就會在那邊 有點心情不好 然後我就會說 媽 其實這也是一個好事啊 她還是要給我發洩的那個管道 所以才會出現那個攻擊事件 妳跟她攻擊的那個 妳跟她攻擊的那個 哪一刀的攻擊 那圖 那圖是哪裡照 我就覺得 我媽怎麼會想到用攻擊的圖案啊 然後後來不是記者說 學媽那妳現在那個 還是抱著說要抓死她嗎 然後我媽不是說 那不是我說的 然後這件事情 陳靈州有一天有把整對新聞傳給我看 然後就是用噴淚的那個眼 說妳媽真的是 我也覺得我媽很優惡 可是她其實當時應該是想要發洩她的東西 我個人是非常想要跟她見面 因為她年輕的時候真的非常的帥 我很想要知道她現在那個 狀態變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姐說 妳可能跟老公講說 在隔離的時候 盡量吃少一點 然後盡量做那些福利挺身 然後就出來的時候 讓我們這些姐妹就可以大摸特摸 然後還要不要讓我們失望 我姐夫問妳摸什麼 就是因為姐夫才可以摸啊 她那個促進隔離販店之後 然後竟然有很多她當年的死忠粉絲 就紛紛出現 然後就不斷的那個 送食物到她的飯店給她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叫她不要吃太多 因為我們所有的姐妹都期待 看到她的第一眼是 歐巴好帥 而不是說歐巴 然後我姐說 妳會不會也管太多了啊 就是我姐為這件事 跟我稍微發了一下脾氣 那再來真的有做那個愛情演唱什麼 我覺得現在全 所有的那個台灣人 還有不管哪裡人 都已經沈浸在這個太浪漫的愛情當中了 所以因為過度浪漫 所以有些那個媒體可能會想說 不行不行 我還想要再寫一些更浪漫的故事 所以其實那個故事是 他們自己幻想出來的 所以當時大家 我有嚇到 我就說 有可能 我是全程參與我姐的人生 所以我知道她 她當時愛得有多深 所以 我沒想到她既然就是結束了之後 既然還會有 就是她當時愛得那麼深的那個人 再回來追求她 我覺得真的是 我去我姐的人生真的好 好怎麼講 好 好奇幻喔 我命理師說我整場為13 我們這樣的人沒有在信一些的啊 而且有很多那個算命理師說 什麼 那個 小孩子的命盤什麼 什麼 我想說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命盤 你怎麼知道我的命盤 因為當孩子之後 你怎麼可能去哪個工作 你怎麼知道 不可能 因為孩子還是要在那個 在這邊上課什麼的 倒是我覺得姐夫是 他的工作是完全可以 就是 不需要待在一個地方做 所以我覺得他留在台灣的可能性 反而還比較大 我覺得熊博是一個非常成熟 而且很溫柔的人 而且他非常能夠 通力心 所以我覺得熊博應該 也可以想到我媽媽會 有這種情緒的那個 為什麼會有一些情緒 我覺得他很能夠體諒 而且重點是我媽現在卸銷 對 他不是還那個說 對啊 他以前上你們節目 真的很帥耶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 對啊 冰冰冰 那個蹦蹦蹦 哈哈哈哈 所以這次應該也會順便的 請台灣 呃 我怕我看 有空隙的圖 我在說媽 你就是我們的一家之處 我說我們那麼愛你 如果得不到你的住戶 會很痛苦的 你的人生會不順遂 就是 我怎麼會講這些 情緒勒索 那是不是情緒勒索 拜託他公親那 不是那個 公親那也算是情緒勒索吧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 正在發生 不是只有 大S跟劇俊業 夠了吧 可以了可以 我真的不知道 謝謝 今天非常好的 謝謝國際一天 超好的謝謝 應該沒有什麼事 會保證什麼 真的嗎 我真是喜事啊 貨幣 我們今天都沒有問 如果問之前 他可能 是嫌什麼 是嫌什麼 不嫌什麼 哦 謝謝 謝謝 謝謝